第十一 你虽然按得比我快 但是靠直觉你是答不出来的哦 有25%的几率会答对 这个数字还不算太差 答错了 海棠目前答错你 可惡 之后天爪不断的答对 虽然海棠想以猜题的方式对抗 却还是连错了两题 接着在第十七题时 答错游戏结束 海棠因为答错三点淘汰诸局 是我彻底输了 都怪我没有注意到 问题顺序有规则可循 不过这场不错的比赛 你确实很强呢 真想再和你用别的游戏比高下 他可不是个普通的高手 接下来的胜负只好靠藏马了 哦 在这之前的三场比赛 我们都轻松获胜 所以没注意到 要是最后我们在天爪的领域之中输掉了 到底会怎么样呢 真的很抱歉 不过那个天爪实在太让人难以掌握了 让人感觉他只是对电玩游戏乐在其中 他真的了解先师的所作所为 才成为他的同伴呢 海偷 你的身体没事吗 哦 我原来以为天爪也是能力者 所以很早就做好 会被夺走魂魄的准备了 这么看来 难道说 哦 这什么 你想到什么了吗 以我推测 在这场游戏之中 不管输几次都没有关系 不过一旦不玩了 就只有死路一世 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 在真正的游戏之中 如果是玩家这边输了 就会显示出游戏结束的字样 之后就会出现继续 或是放弃这两个选项 让人选择 如果玩家选择继续的话 又会省略前头的开始画面 直接重新开始战斗 但是如果选择放弃的话 就会显示出玩家的粉末 和蝶 先等等 所以你的意思是 除非我们打败天爪 否则永远走不出这个游戏世界吗 我们哪来这么多时间呢 天爪 他打从一开始 就没有想要置我们与死地的打算 他的目的只是拖延时间 一直到边境隧道打开为止 你说的没错 时间一到 我就会让你们离开我的里头 你们只要在这里 陪我玩几个小学游戏就可以了 我看你 进度进行得非常顺利 我的能力提高到了 就连自己都觉得惊讶的地步 旅动学打开的时间 我想大概不用两个小时了 任你快看 我的背后 这是因为感受到明亮 正在蠢蠢欲动的魔剑猛兽 还有两个小时是吗 刚好是这部电影看完的时候 希望到时候能听到你满意的回答 桑源 哼 我就算死也不会帮你们的 不放快没有时间了 快点过来啊 离边境隧道完成的时间 只剩下两个小时了 在完成之前 优助他们能否打败天爪 阻止心碎他们的野心呢 不过是外号变玩高手的家伙 他的技术果然不够反响 可是 把领域当作玩具 在玩的这个小鬼 心血到底想利用它做什么 我实在不认为 这场战斗只是一场游戏 下一集 剩下的手段 藏马的决断 不要小看那个世界 剩下的手段